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为什么把我惊着了 因为同时同刻 我刚刚就是在香港维港跨年夜看烟花 我才想到就刚才同时同刻 就在上海外滩也是跨年夜 急死人的时候还在倒数这个节奏 在那发声 而且我有一个 我昨天的节目 您记得吗 我还说我说这个2014总算过去了 2014够斜的 我说2014我开始信流年了 这个花音刚落上海外滩 你瞧这么多条人命 他就留在了2014 最后一天 最后一晚上 甚至是0点11点35分 0点之前 而且我有个特荒诞的感觉 就是说乌泱乌泱在上海外滩挤的这个人 挤死人他们去干什么 他们是为了去看一场不存在的活动 就是往年外滩 就是往年外滩都有四地灯光秀 但是这回前些天已经通知说取消了 但是很多游客他不知道或者他不信 愣往外那挤 他付出生命的代价 他为了看的是一场没有的活动 这个荒诞和荒唐真就是一步之遥 可这个一步之遥就是生死之遥 而且我想起昨天晚上 我也是香港也是封路 我回来的时候 我有个印象 在大街上这么走 走到一个路口 香港警察他拉一个绳拦住 说别走了 因为前面走的回家的人多了 前面那个街道走的差不多了 我们再放你们这一团人再走 然后再拉绳 你看他有个总体流量控制的这么一个概念 香港可是有教训 22年前香港元旦也是倒数 在兰桂坊 踩死即死22个人 当时人都落四层高 后来香港就是对总结教训 这种城市管理是个学问 就是说比如说一个节庆日 你上海外滩到底会有多少人 人流会从哪个方向来 会从哪个方向去 这个都得有一个评估 都得有这个预案 要不然咱们就得自求多福 就像现在网上有些教的 有些是废话了 比如说摔倒了赶快爬起来 但是有些可能有点用 真碰到这个情况 您呢 就要拳击手的姿势 真摔倒了怎么办 婴儿的姿势 千万别趴着或者养着 顺着人流的方向往前走 最关键的一条 要是有小孩一定要把他抓起来 举过头顶 千万千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